请跟我们新浪的网友打个招呼 新浪娱乐的网友们你们好 我是王源 去年是走过Gamma电影节的红毯 昨天是刚刚走过Gamma电影节的红毯 觉得两者之间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 就是两个肯定都是很荣幸了 但是去年呢是受品牌的邀请 是受肖邦后赖亚的邀请 然后去走的Gamma的红毯 就在那里感受到了电影的氛围 然后觉得也很美 是一个充满电影的城市 那在柏林今年不一样的 就是因为带着作品来的 那就是会更有底细吧 心里会更扎实一点 所以当时知道第九天长 录为柏林电影节的那一刻 你在干什么 然后第一版也是 我就超级开心 然后开心完之后就说 哎呀要去柏林了 就就是也有一点点慌吧 就是觉得万一我没演好 给人家拖后腿了 给其他老师拖后腿了 就觉得挺不好意思 但昨天看了一篇之后 觉得没拖后腿还行还行 所以各位老师有就是在那个英国跟你交流什么吗 有没有对你的表演做出一些评价 就是他们都说蛮好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整体看就也还行 但是我现在看的话 还是有一些地方需要改进 就一些细节 比如说现在觉得哪些地方可能可以 可能 就是细节没有做到那么好吧 就是可能脸上肌肉什么控制 因为我也不太专业 就是如果现在再让我演一遍应该会更好 所以你昨天看片有哭吗 哭哭 就是呼吸里哗来的 最大的那一点是哪儿 最后了就是到后面他们上坟的时候 然后因为那个其实我就觉得这是导演和两位老师厉害的地方 他们没有说任何一句话 也没有做任何煽情的动作 只是在默默的把那些上坟用品摆出来 就是这样就很感动 让人非常非常感动 你自己的戏份你有看哭的地方吗 我自己倒没有 因为我自己演的嘛 就是觉得至少没有脱节 但是我看这个电影 我唯一的哭点其实就是在你那个一会一会 是吗 因为那个其实我觉得 但这个就是因为当时我拍了很多条 就是我跟景春老师都认为我们拍的第一条是最好的 但第一条其实没有用 那就是但这条也非常好 因为导演的眼光它是最准确的嘛 第一条其实我是三拜 跟景春老师拜了一次 然后跟永梅老师拜了一次 在永梅老师拜完之后起来 就是磕完头起来的时候 两个眼泪瞬间就流下来了 然后就是没有 但就那条没有用 但我觉得这是导演 他的他最准确的理解 当然我觉得也是很好的 就是说这其实背后是三拜的小故事 不是一拜 对 所以说就是在具体演戏的过程中 导演会要求你说这个动作怎么做 还是说他全都给你去发挥 没有完全没有 台词的时候你可以不用 他说你就知道什么事 台词随隐 对 非常非常好 那昨天也是你第一次参加这个 就是国际电影节的官方的这种新闻发布会 和Photop的环节吗 感觉怎么样 就是挺紧张的 对 就是虽然说也参加过很多活动 但这次就真的是蛮紧张 最近比较紧张的一次吧 就是在哪一个瞬间是最紧张的 就电影黑屏的时候 就是电影把幕布拉上去 然后屏幕全黑的时候 当时感觉都能听到心跳 然后看到那个龙标的那个标志的时候 就觉得就在深呼吸 就等着片子看了出来 所以你看到自己就是第一个出来的镜头 在大萤幕上看到自己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还挺 就心情还挺复杂的 很开心 然后因为第一个镜头是在海上坐船嘛 对对对 然后就挺担心说之后的进景什么的会怎么样 所以这次最希望这个影片得什么样的奖 那还用说吗 得金雄奖得大奖 对 你一开始出现的那个远景 就是一个校服造型吗 我觉得你就是还有个那个摸头发 那个小动作 我还很喜欢那个细节 因为我观察很多就是少年都喜欢摸头发 这个摄影自己的一个习惯还是 对就是现在没有这个习惯 因为老打发焦摸了发型就乱了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完全素颜 头发也没有做 甚至两天脸都没洗 就是去拍 然后就是头发也能扎眼睛 就很自然的一个动作 也没有说要去刻意设计 所以这个镜头导演也没有说让你干嘛 他没有 他就说因为我爹妈在里边接受批评 然后就说我站在外院 你站着呗 你就想干嘛干嘛 就汪汪天汪汪地 然后摸摸头发踢踢脚什么的 所以对有的演员 如果导演没有告诉他做什么 或者剧本没有写那么清楚 其实是会有点点紧张的 像你会 我是非常紧张 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我第一场戏就跟王景春老师吵架 导演就说 因为我之前说说导演 我们能不能对 先对一下剧本 你给我讲一讲 他说不用 去现场直接拍就行了 当时我就特别出 我说这导演怎么这样 但其实到了现场 我发现 真的什么都没有设定的时候 你只需要把自己这个人 人物 真正融合进 流星的角色中去 所有的一切都是自然流露 我觉得就是非常真实 就是我演过 所有的戏里边最真实 是最舒服的一部 像那个后期他叛逆 还有一个比较沙马特的造型 这个造型你喜欢吗 挺还原挺沙马特的 挺不错的 自己青春期有沙马特的这种回忆 没有 没有 那这个演员是个很叛逆的少年 但是你给我们的感觉都是很乖的嘛 对 觉得和这个角色 有这么一个相似之复 我其实我生活中从来没有叛逆过 但是我 其实你说哪个男孩心里面 有个叛逆的一面呢 就是还是 觉得也是挺好的机会 能够释放一下自己叛逆的那一面吧 对 就很帅 我摔梦而出 我给我爸妈摔脸子 对吧 就平时没甩过 那在这样一个地方能够说 释放一次也蛮好的 也蛮好的 所以内心其实有压抑了自己的那个 叛逆的小种子 对 那如果给你一个机会 做一件最叛逆的事你会做什么 叛逆的事就是 买机票就走了 去哪不知道就去旅游 就去玩一个人 就可能想去一个 就说走就走到旅行 走去一个可能没有人认识你 会打扰你的地方 对 那这次知道要来柏林 对这个城市有什么样的期待 有没有想去哪玩去哪打开 其实柏林我还真是不太了解 然后 但我知道柏林有很多博物馆 然后昨天我还路过 就在电影宫旁边有个乐高乐远 我想去买一点回去拼 所以你平时是想拼这个什么 就最近我在观望 我想去入坑那个高达 拼高达 就觉得那个还蛮酷的 对 但是还没有动手 在观望 嗯 所以之前在那个工作之中 最大的一个爱好是什么 之前就是 跟朋友出去玩 听听歌 有时候打打游戏什么的 嗯 那这次和王景春老师 和永梅老师 这个就是 就是 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这种默契 是怎么培养的 嗯 其实我之前不是说说 景春老师跟永梅老师 是帮助我很多吗 其实拍文艺片的这种片场 不像拍电视剧 每一场赶着一场 就在我拍三半那场戏之前 王景春老师跟我坐在那个床上 聊了一个小时 一直在聊 然后 就聊到后来 咱来咱拍吧 台词什么的也没有 对过 就是 就直接来 就是聊到心里去了 他跟你聊了什么 就是说 他说你要想 你平时对你爸妈的愧疚 然后 以前你是星星 星星你的故事就是说 你是我们领养的孩子 我们扶养你这么辛苦 你一个是 就是说你对我们不满意 觉得我们对你不好 因为我们是领养的你 把你当成另一个星星 然后还有就是说 你对我们的愧疚 你觉得我要走了 就是 就是五味杂陈心里 那到那个 我不知道 观众看着有没有觉得 就是 反正我那时候 眼神还是蛮复杂的 还有一点点 所以当时 他有把你聊哭了吗 没有聊哭 就是快哭了 对对对 那有让人 你想到自己跟父母的 一些相处了吗 我跟我父母 其实一直都是 蛮好的 但现在就是聚少离多嘛 就是只 唯一就是这个 所以会对我们的一种愧疚 有一点的愧疚 有一点的愧疚 对对对对对 那其实也是可以 用来这个信念呢 会借用一点点吧 那小帅导演对你有些帮助 最近昨天也提到他了 我觉得小帅导演就是 他让我知道了一种全新的表演方式吧 就之前表演就是背台词 然后怎么怎么样 然后我还曾经遇到过导演 就是说 因为是后期配音 好看前面 看的对方的眼睛 然后好好说台词 就是完全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傀儡一样 但小帅导演完全不是 他说你就是流星 你就在里面演 就是说 他说你不要演 你就把你自己的 你现在就是流星 你所做的一切东西都是流星 此刻最真实的反应 就是给我建立了一个全新的 表演的 叫什么 体系方式这样 所以这次也算不算是你真正的就是进入了 进入了表演这个数据的一部戏 算是入门的一部戏 我觉得算是 而且我觉得就是 这部戏我拍了其实不长 我拍了一个星期多 但是我觉得学到的 比任何的戏都多 对 但其实现在只拍一个部戏 每场戏都是扣出来的 应该比如说那一半是拍了多久 其实我们每一场戏拍蛮短的 就是一半拍了两三条吧 嗯 对 其实都没有超过五条 就很短 嗯 所以那你这些戏中 你自己觉得最难的 或者说当时拍的过程中最困难的 那这次最多的是哪个 我想想 嗯 其实也就是这个了 也就是拜拜的地方了 那个心里太难受了 对 但是王景川老师的那个就是 比较对抗的那场戏呢 就是 就是 因为之前就表演表演 你就是得演嘛 然后表情啊什么表演 那这一场就是我真急 我真急了 小老师把我掐疼了 但是就是我也很讨厌他 因为他也没有理我 开始的时候 但是拍了那场戏之后 我看了一眼回放 我就瞬间就懂了 我说我老师为什么要这样 嗯 因为我没有那么专 我不是个特别 叫什么特别 呃 专业特别成熟的演员 他用这种方式激起了我心里 那种最直接的情感 我觉得他老师真是厉害 我这瞬间就释怀 然后特别喜欢他 我对拍完有个简单老师交流一下 对 对对对对对 是的 所以他昨天发货上还说 有的是招对付你 后来还有什么后招吗 对 后来就没有了就是 跟我喝酒 跟我喝酒 但是就是他们就蛮好 也不惯我 就是说开心就喝一杯这样 对 接下来德国有喝啤酒吗 喝了喝了 嗯 最喜欢哪种味道 就一种味道 就啤酒味道 青岛啤酒 知心朋友 哈哈哈 你要在德国喝青岛啤酒 没有没有 我这我喝不出来 差别 对 我喝的少 喝不出来差别 嗯 那你刚刚说的都是景岛老师跟你这些呼吸吗 那有梅老师跟你有什么指教吗 有梅老师就是 特别好 特别 嗯 亲切的一个母亲的形象吧 因为从始至终我 虽然是很叛逆 叛逆 但她一直很爱我 就是 因为她的那种表演 她对我的爱刺激到了我 因为我觉得如果 说她表演的 不爱我的话 我就不会有愧疚感觉 对她们 所以说我觉得这两位老师对我 刺激都非常大 嗯 那这次通过这个 片子拍摄 你觉得自己在表演上最大的不足是什么 你有发现的 最大的不足啊 就是经验太少了吧 嗯 对 然后 然后 需要 不断不断的调整 不断不断的进步 这样 你也说过自己没有 我就是经过系统的这个表演训练 但是大学还是选择了音乐方向 所以会觉得有点可惜吗 就是没有办法再继续表演 我觉得还好 因为我 就是 对自己每个选择负负 那我其实 就是 也跟他们 也跟杜江老师 跟景春 杜江哥和景春老师他们聊 他们说 表演其实这个东西 学习固然很重要 但它不是百分之百的重要 因为表演非常考验一个人的悟性 所以说是怎么怎么怎么样 然后 但是我觉得音乐这个东西 它有非常多理论呢 或者是 城市化的东西 你需要非常专业的去学习 而且 就是马上读大学 这个机会也是 一辈子就这一次 我如果不把握住 不好好学的话 可能会 有遗憾 嗯 所以是什么时候定下 就是自己要走 就是要去学音乐的这场的路 就 去年 拍 大猪仔的时候 然后 就那段时间嘛 然后一直在纠结 因为快要报学校了嘛 一直在纠结说要不要报 嗯 有没有 没有 就我们也会聊 然后就是反正我跟他蛮熟的就聊 他说 就是我当时跟剧组人都聊 导演什么都聊 说哎呀这个想去学音乐 但是又不太敢 我说国内这个事业 你去了就 就没了吗 就不是说没了就是会损失一些 然后我们就聊说 说还这么年轻 为什么不去追寻一下自己喜欢的东西呢 然后 对就是说 勇敢一点 就大家都支持我 我就去吧 嗯 所以就是 选 选音乐箭条路的话 你自己是将来会觉得说 我应该会走音乐吗 我就觉得 呃 其实这个说不准吧 因为我现在蛮喜欢音乐的 我觉得把音乐的那些本领学到手上 以后 就算我写的歌没人听 但我这项本领 我觉得很骄傲 那之后或许说 拍电影 有很多好的电影 我非常适合 那我也会拍电影 但我总觉得音乐是一门手艺 我得把它学到手 我才甘心 对 这个是什么叫练艺 它好像是学分制 然后就是你得修买学分 你就可以选所有的你想选的东西 所以你自己最期待的那个课 编曲 编曲 就是平时写歌的过程中 会觉得自己在这块有个点过吗 还说 因为其实是这样 就是歌曲呢 制作你就首先得有 心里得有曲子嘛 得有构思 然后 曲子先出一个简单的一个旋律 那然后写词 但其实编曲非常重要 就相当于 呃 就相当于 一个车 你的曲子和词 是它的发动机和底盘 就是能开 但你所有的车的 你要把它变得漂亮 能开得远 能开得快 所有的一切精美的装饰 全在编曲上 那现在我有时候觉得非常遗憾 就是说我 不会编曲 所以说我非常 自我的一些灵感 没有办法准确的传达给制作人 没有办法做出我心里真正一百分的作品 所以说想把编曲学好之后 完全做自己想做的歌 所以就是去了那边读书之后 会怎么平衡国内的这个工作呢 国内就放假回来呗 对 也就是说上学的时候 就会完全的生意吗 对上学的时候就 发微博啊什么的 就是大家可能见我会少一点 但是我 我给大家抽奖 发什么vlog 好好好好 好 打算是什么样的一个频率 给粉丝一个承诺 就是粉丝等粉丝骂我 怎么还有发微博 我在发 对 所以你是希望他们鞭策你是吗 对对对 那会担心就是有一点 就是那个 国内的事业 就有一种融資的感觉 哎呀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 嗯 肯定我去之前就考虑 为什么纠结就纠结这个 但我觉得这样我做了这个选择 我要不要让自己以后的人生后悔 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所以当时有没有某一个前辈的话 或者某个家人的话 让你最终确定的这件事 就是对你出隆最大的意义 我爸妈就是永远跟我说说 不管你做什么 只要不犯法 然后我们都支持你 对 然后 在剧组嘛 娜娜也跟我聊说 她说勇敢一点 就兄弟勇敢一点 是 然后跟我其他的朋友也说说 做你想做的事情 就挺好的 所以目前为这个入学 有做什么样的准备吗 就最近写了蛮多首歌的 就是因为 生日会之后也有几个月没发歌了嘛 那 也在 之前是在准备学校的时候 那现在也开始在写歌 那之后会有很多歌的 所以粉丝都很期待下一个歌 什么时候成 快了快了 快了 快了 多吧 这个我确实没法说 就是 因为我听了歌 就是林俊杰周杰伦 那一批人 就是 华语乐坛的 领军的那一批前辈们 他们对我的影响真的是很大的 对 下面还有几个简单的特文外答 嗯 那个 关于第九天长 你最希望听到的 关于你的病假是什么 王源会演戏 对 嗯 据说还为了流星吃辣 然后爆了很多豆 是怎么一回事 就是当时在福建海边 然后那时候皮肤还挺好的 我就想说真实一点嘛 就是也不化妆 就吃点辣 长个痘 结果当时没长 现在全长脸上了 对 所以如果出席重要活动 然后又爆了 都会怎么吃 就凉拌 就没有办法 春节跟过去就要出来工作 然后截日期间 有和家人好多团聚吗 有 我在重庆待了一星期 吃胖了吗 没有 那平时跟家人聚少力多 他们对你最多的叮嘱是什么 多吃点饭 长胖点 嗯 春节假期如果没有工作安排 最期待是怎么样 春节假我就跟家里人出去 找了个河边 钓了个鱼 烧了个烤 然后 在家躺了两天打了打游戏 然后跟家里人聚餐什么的 嗯 嗯 怎么想想啊 希望单身的你明年不要单身 希望不是单身的你明年依旧保持加油 这么厉害的 瞬间就想到了 嗯 那现在在德国有吃鱼肉子吗 没有 嗯 最想尝试的角色类型是什么 尝试角色类型啊 有挑战的 嗯 你们这方面有什么小目标吗 最近没有 就是先 呃 想想先把歌给弄好 今年出张专辑 办个厉害的演唱会 嗯 所以就是接下来还有怎么样的一个工作计划呢 接下来就有综艺啊 然后写写歌 然后准备准备去学校的事情吧 嗯 最后一个问题 看到这样照片现在有什么样的想法 真好看 嗨 真好看 本次说很希望你就是再拍一个这样的照片 你们作为情人节的礼物 No 接着我吗 No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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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jores 感谢观看